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鞋人,我是金顾鲁鸡 前两天出去转了一圈 去了一个叫西班牙中南部 偏南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镇叫拜伦 这个镇子小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来说连赛亭队长西甲球迷都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足球队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真是去了以后就发现 首先真的就太小了 按咱们中国的感觉跟一村似的 真的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村 能要说个镇子吧 可能中国有些城镇镇子比那个地儿都大 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个地儿呢 因为这个地儿实际上是一个很著名的 在军事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镇子 在这儿呢爆发过一场战役叫拜伦战役 这场战争呢 是发生在1808年1808年7月 当时呢这个法军由杜邦将军指挥 然后呢其实当时法军是不可一世的 因为路上基本上从北往南这一路行军 只有这个游击队能对法军造成一些骚扰 正规军呢是压根是找不着的 拿布伦的之前的策略呢 是尽快找到你西班牙的主力 跟你决战啊 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的眼中 找到你的主力军队和你决战 消灭掉之后 我还把你首都占了 当时马德里已经占了 拿布伦哥哥约瑟夫 拿布伦已经来 约瑟夫布拿巴已经去当国王了 按照当年战争的思路 把你的首都占了 你的永生力量被我几乎全奸了 你呢就会被迫臣服 那个时候人们是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很显然呢 这个想法呢在这场战役中 受到了重重挫 当时的这个法军由北向南下 来到这个拜伦城郊 实际上那边有一条什么河 然后在这河两岸已经铸手了 等着这个跟这个西班牙人决战 但是这场战争 法军失败了 拜伦战役 法军失败了 这场战役的失败 其实对于整个世界 就在当时的世界上 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为什么呢 这是第一次法军在野战中失败 这个事太不得了了 这个有很多人说 这个到1813年到1812年 俄国人面对拿布伦60万大军的入侵 击败拿布伦啊 不可一世的法军才如何如何 其实不是 早在1808年的时候 西班牙人就已经击败了拿布伦 虽然当时拿布伦并没在场 这场战斗到底是怎么打的 法军为什么输 我到时候会专门做一期节目 因为很多素材已经拍了 实地拍了很多素材 包括在当地的一个叫 拜伦战役纪念馆里的 我也拍了很多素材 到时候呢 也在这周会上线 然后让大家敬请期待吧 有这么个事 今天呢 想主要说说这个 在拜伦的一些感受 和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啊 咱们不能成 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一点 是这一仗啊 法国人打的确实不行 西班牙人呢 打的也确实比较精彩 然后西班牙人才取得了胜利 首先这个是我们不得不去承认的 但是实际上 如果各位对半岛战争 也就是所谓西班牙独立战争 稍作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实际上到了1808年年底 拿不伦听说在西班牙非常不顺 亲自下场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击溃了几乎所有的西班牙部队 还有英国人啊 所以就是实际上 半岛战争从1809年到1813年 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西班牙人的主力的正规军 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这件事我必须要承认的 虽然我在有一个专辑 叫音乐普贤的战争 里面专门讲到过半岛战争的事情 我还当时专门讲到了这个萨拉格萨卫生战 啊 这个就我当时在那个节目里也说 你不要高估英国人在这个半岛战争期间 他的作用 但是也不能低估他的作用 毕竟来说 主力的法军是由英国人消灭的 啊 法国人当时在在西班牙面临最多的问题 是他要分兵驻守 这也就给了英国人消灭法军主力的机会 但是为什么说不能高估英国人的作用呢 因为法军分兵驻守的原因是西班牙人的游击队创造的 西班牙人的游击队在当年在之前节目里我也说了 在当时那个时期游击战游击队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打法 除了这个传统军人的这种骄傲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的武器 他不太支持游击队这种作战方式 当时最主要的火器是现了是滑塘枪 滑塘枪是打不准的 而且你滑塘枪是很难趴下射击的 就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 对吧 就算有短兵相接也一般是隐蔽在什么树上啊 或者隐蔽在什么草坑里啊 对吧 您得隐蔽自己 但是当时的武器是很难做到让您隐蔽的 为什么呢 滑塘枪特别高 他为了尽量保证子弹的出速度快 然后也保证子弹尽量的能打得稍微准一点 所以他的枪火都非常长 我在这个马德里的这个射击剧学部里头有幸摸到了当年的这个滑塘枪 包括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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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当年这个应该叫什么通调啊 就往里压子弹的这种设备 我有幸摸到 一是很沉啊 重铁非常沉 第二呢 是非常长啊 虽然没我高吧 但是也是一名五广上的一个高度 比一般的成年中国女性甚至这个高度还要高 这么长的一杆枪 你是很难做 你是没法做到趴在地上 从前面去装填的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个当时游击战并不入流 哪有人也对这支游击队称为称他叫什么呢 由牧师领导的农民 什么意思 就是无核之众 对吧 就是无核之众 但是他恰恰大规模的法军是被这种无核之众啊 是被这个民间的这种这种随时可能闹在这种反叛力量 给拖在了整个伊利利亚半岛 才给英国人分头消灭法军主力 创造了机会 所以我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节目里说 如果你只把功劳 灌给英国人 对西班牙人是不公平的 但是呢 这次去拜魂 我明显的肯定到了一个反方向 就是我只把功劳归结给了西班牙人 没有归结给这个英国人 这个在他这个 因为那博物馆非常小啊 定价才一块五 整个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前台 那天去很明显 前台呢 他还不愿 就是他 就是很明显这很闲 一般来说没人来参观 他带着他闺女在那 在在在前台那寄售票 也负责大概旗跟你说一下 什么楼上楼下分别是什么呀 就大概旗跟你说 这这种内容 也没有带我去逛 也没有带我去逛 当然我也不用他带着逛 我到那也不学习 半轮战技能打呢 对吧 我主要是来看看 有没有实际的素材可以拍的 博物馆特别小啊 其实挺高 地下一层 地上大概是五六层 但是地上部分 只有一层跟二层 就是咱们中国人那边说的 一层跟二层 是有东西的 再往上就堆杂物啊 我上去 头上去看一眼 你真说上去 没人管你 但是什么都没有 啊 就一些杂物就堆在楼上 他那个里面的介绍特别有意思 哎 这个介绍特别有意思 啊 他这里面很多介绍就说啊 从这个1809年开始 这个英国人呢 就位迷不振了 啊 这英国人呢 就被拿乌伦给吓坏了 就不敢来了啊 实际上他说的有一丁道理 但是他忽略了1809年之后 这个英国人还是出了重兵过来帮助这个西班牙人去作战 当然咱们咱们说当年的重兵也就十万人 对吧 这个咱有什么说话吗 那个时期的重兵跟咱们心目中 尤其中国人心中的重兵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在1810年左右 拿乌伦在整个半岛啊 投入了28万将近30万的兵力 在当年的那个时期来说是空前的啊 这个数量是空前的啊 但是呢 他在这个博物馆里呢 就反复提到啊 英国人都不行了啊 只是靠我们来打 然后如何如何怎么着 从他1808年开始啊 1809年 1810年到1813年 每年的介绍基本上都是这样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说实话啊 今天这个出去买东西 开车回来路上呢 我还跟赛老子聊天啊 说到这个半岛战争的时候 其实这半岛战争啊 特别特别的像中国的抗日战争 好来他是一琢磨 好像也有点那个道理啊 什么呢 就是我本土军队在本土作战啊 主力正规军是打不过侵略者的 我需要别人来帮忙 只不过呢 在二战的时候 抗日战争这边 他主要的帮忙的方式 不是出兵来帮你啊 是帮你把这个日军牵着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在别的地方就消灭你 然后在你这儿给你物资啊 当年英国人做的 可那真是除了给物资之外 就是实打实的 我出兵进到西班牙 进到伊比利亚半岛 去帮你跟法国人作战 这是第一点项 第二点项呢 也是有一些所谓的像邦贝政权啊 这种投降派啊 这种这种汉奸啊 在当时呢 也有西奸啊 就是有这么一 这也有这么一帮人支持法军的啊 然后呢 在这个抗日战争打完之后 包括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独立战争打完之后 很快 但是西班牙没有咱们这边快啊 咱们是很快 1947年就开始了内战啊 这个是吧 1947年就开始了内战 西班牙呢 到了193 1830年代 1840年代吧 啊 他也爆发了一个是共和 还是那个王政之间的这么一个 这么这么一个矛盾啊 这个矛盾之后呢 然后立志到1936年 富朗哥上台 然后从最后才算比较有一个定论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事 咱们以后再说啊 所以说在这个事上 有那么一点像啊 这双方这个康尔严征 跟这个所谓西班牙独立战争 有那么一点点像 但是呢 在双方的这个宣传上 也都是有这么一点点像 就是我否定了 尤其在现在呢 我着重否定了 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甚至在这个拜伦战役纪念馆里面 有一张图 它展示的是 从1808年到1813年 法军英军西班牙军队 是怎么犬牙交错的 它有这么一个展示 其中英军的部分特别逗 从这个 因为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国家 一个西班牙一个葡萄牙 英军呢 是先出兵了葡萄牙 帮助葡萄牙先解放 然后呢 从葡萄牙这边翻越山脉 又到了西班牙这边 去帮助西班牙人作战 但是呢 它只显示了 前后两段 第一段是它怎么进入了葡萄牙 帮葡萄牙作战 第二段是1813年 英国人是怎么翻越山脉 到了Burgos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城市 从我这往北 大概二战工里Burgos 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呢 再往北有一个地方 叫维多利亚 在那儿取得了胜利 它把前后两段给拼一块 这个特别逗 这个特别逗 它掐头去尾 当劲不要 这不能这么说 就是当劲不要掐头去尾 给你拼了一下 实际上中间英国干了很多事 在海上怎么运输啊 怎么封锁 拿普通舰队啊 然后包括 在半岛战争中 还有一次海战啊 这次海战 法国人还是输了啊 很显然 法国人那海战水平是针刺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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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哪了啊 反正是这个 英国人在中间办了很多事情 但是都被有意无意的吧 啊 被这个当地的这个西班牙人啊 所遗忘 反正这也很正常啊 1808年到现在200多年了 对吧 所以就跟咱们200 也就跟咱们如果100 14050年之后啊 再提到抗日战争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到那个时候 咱们的子孙们会听到什么样的一些说法 这都很难讲 对吧 现在还有人在纪念着这个这个拜伦战役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的很容易了 啊 我是9月份去的 实际上呢 我10月初呢 还是要去一趟 10月6号 7号 8号 为什么要去呢 是因为每年 啊 每年在拜伦都会有一个纪念 而且是官方的纪念活动 啊 我看一下他大概的简介啊 是有800个人参与啊 这个群演啊 参与进来一边扮演法军 一边扮演西班牙军队 双方穿上过去那套衣服 然后呢 在这个拜伦城如何如何打 哎对了 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事 咱们老说拜伦战役 拜伦战役 实际上当时打仗是在拜伦城办 啊 这个听我如果过两天上那节目 您就知道了 当时的西班牙军的实际上是穿插到了 拜伦城跟法军之间截断了 法军退回拜伦城的这么一个意图 啊 并且这个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 我今天在这先先不多剧透了 所以他这张仗主要是在城外打的 在城里都没打 在城里头就有一个高雅当年 他这个绘画有个特别著名的绘画 叫拜伦之祥啊 对吧 就是有一个法国人 那就是杜邦啊 向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西班牙人去投降 周围有西班牙中国 有西班牙民兵 您看那个穿着都好多都是破一拉萨的 您上网一搜就能搜着啊 叫拜伦的投降啊 就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就这么一幅油画还是很著名的 但是呢 在这个拜伦纪念馆啊 他整个把小镇规划了一条游览的路线 哎 感觉好像是您当年在那打过那战 就打过巷战似的 实际上并没有啊 所以说从此呢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拜伦之战 在这个整个西班牙人中 尤其在当地人心中的一个分量 很有可能当地整个的支柱产业 就是这个拜伦之战 相关的纪念 也有可能啊 但是他人家也没有那种过度的去宣传啊 至少呢 在1933年的时候 那边立了一个纪念碑 目的是缓解财政压力啊 我也不知道你缓解财政压力 弄纪念碑是什么 是是是是是是 是怎么个意思 对吧 创造劳劳劳劳力是怎么着 这个咱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在这拜伦纪念馆 往外一点 有一个拜伦战役的一个纪念碑 哎 如果各位啊 去百度一下的话 或者说去危机一下 我建议您去危机一下 百度上 这方面资料特别少 您如果去危机一下 去Google一下的话呢 您就会发现 对于拜伦战役有这么一点 是很多人都在宣扬的 什么呢 就是说 拜伦的胜利 促进了西班牙 乃至全欧洲的民族意识 哎 这点呢 说实话 我觉得说的对 但是你说促进民族意识 这个事就真的一定是特别好吗 我看未必 对吧 我看未必 因为拜伦一战之后 西班牙人陷入了一种认为 我能单独击败法国人的一个幻想 但是仅仅五个月之后 拿破仑亲率大军天兵将至 对西班牙进行讨伐 之后的西班牙的正规军里面的什么有经验的士兵和军官消耗殆尽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西班牙之后就不再参与国际上的一些大仗啊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都没有打 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当然可能有点牵强啊 我个人认为也是拜伦战役之后所才开始的 因为拿破仑消灭了大量的西班牙会打仗的人 导致没有人在军校里面再去教你怎么打仗 这一点呢 其实也对西班牙之后整个的军事势力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起源是什么呢 起源可能就是在拜伦的这一次有一点机缘巧合的胜利啊 你获得了一个你你过早的获得了一个本不应该属于你的胜利 这场胜利反而唤醒了你的民族意识 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 我可以想象那种民族情绪是要比今天要严重不知道多少倍了 在那种情况之下 所有人好战善战一定要去战 这么一个想法 导致西班牙在之后一百多年的军事实力 就是可以说是荡然之无存啊 这一点可能也是拜伦战役留给西班牙人应该去反思的一点 民族主义到底应该怎么对待 得了 就这么着吧各位 拜拜